给索尼PS5游戏机扩展固态硬盘又多了一个选择 希捷酷R530,PS5专用固态 那为什么叫专用固态呢? 电脑就不能用吗? PS5和电脑如何互换硬盘? PS5如何安装固态硬盘? 这个视频各位都能看到 首先说一下给PS5扩展硬盘有什么要求 用一句话描述 那就是硬盘要支持PCIE4.0标准 NVME协议 M.2接口 目前推荐容量两个T 最好带独立缓存 一定要有三热马甲 现在的游戏画面越来越好 越来越真实 游戏容量也越来越大 对硬盘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PS5对扩展硬盘的速度要求是 不低于5500兆每秒 希捷酷R530 它的顺序读取速度是7300兆 这个速度远超PS5的及格线 各位要记住啊 速度越快 性能越强的设备 发质量一定大 这是物理规律 比如CPU 响卡 路由器 甚至手机都是越快越热 所以就需要散热效果比较好的散热器 但这种散热器的个头通常又很大 这也是物理规律 但是PS5预留的那个硬盘仓位 它的高度是有限制的 有些带散热器的硬盘可能因为太厚装不进去 希捷酷R530的散热器是和EKWB合作开发的 这是专门做散热器的大厂 根据索尼PS5槽位特别设计的 可以提供持续优秀的散热 希捷在这方面算是用心了 如何把硬盘安装到PS5上呢 首先先把PS5更新到最新的系统 关机拔掉所有的连接线 把PS5放平 PS标志logo那面朝下 左手扶住光驱的那个盖板 往PS5底部使劲 另外一只手放在光驱对角线的那个角 往上往防顶上使劲 啪一下就能打开了 然后找到M.2的扩展插槽 拆下金属盖板 装上硬盘就可以了 然后开机格式化 看测试速度 6417兆 然后手动设置 把以后的游戏都安装到M.2固态硬盘上 也可以把系统盘上的游戏 转移到M.2扩展硬盘上 各位放心 PS5安装扩展硬盘是不影响保修的 也不会影响系统自带的那个系统盘 下面介绍一下这块希捷酷尔530硬盘 它是PCIe 4.0的 有四条通道 主控是群联的E18 颗粒是美光的176层的TLC 有独立缓存 我这个2T的版本是带两个G的DDR4 连续读速度是7300兆 连续写入速度是6900兆 这些都是实验室数据 实际上由于软件和硬件环境不同 有的测出来可能是6000多 有的是5000多 这都是正常的 我这个是带三热器的版本 它这个三热器是集成的 价格不便宜 各位千万不要拆 会影响保修的 再说也不好拆 里边还有胶 人家设计的挺好的 咱们就别动了 用就是了 下面说说说后 这块硬盘的总写入量是2550TBW 这个值算高的 很多2T的硬盘都是1200多TBW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吧 硬盘是五年质保 三年免费原厂数据恢复一次 这个东西可以不用 但是有感觉更安全一些 最后说说PS5和电脑如何互换硬盘 细节酷玩530 既可以在PS5上用 也可以在电脑上用 但是电脑和PS5都有自己的分区格式 相互是不通用的 使用之前要先进行格式化 现在这块530硬盘 存储的是PS5的游戏 用的是PS5分区格式 我们把它拆下来 安装到我那个台式机电脑主板上的 M.2的接口上 当我打开电脑之后 电脑是无法识别这块硬盘的 这时候不用紧张 也不用害怕 硬盘并没有坏 我们进入计算机管理 存储磁盘管理 可以看到C9530两个T 然后点鼠标右键 新键简单卷 根据向导一步一步走就可以了 然后测试一下速度 把10个G的视频文件 拖拽到这个530硬盘上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所以这块硬盘在电脑上是可以用的 接下来我们再把530硬盘 从电脑上拆下来 再装回PS5 PS5开机后 提示无法存取M.2 SSD 这是因为PS5不能识别Windows的分区 选择重新格式化M.2 然后再选择格式化M.2 后面就和上面第一次安装的流程是一样的了 格式化之后 还会显示速度6387M 这样我们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细节酷玩530索尼版的硬盘 推荐给各位PS5玩家和喜欢玩游戏的电脑用户 以及视频爱好者用户 感谢观看